拼命噴灑消毒水 南美洲国家玻利维亚 深陷登革热疫情 全国有超过7000起病例 而且已儿童患者居多 重症者不断涌入急诊室 当地医师表示 医院体系已冰临崩溃边缘 哭到气不成声 登革热就这样带走 小女孩的性命 疫情严峻让许多父母非常担心 登革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 好发于有点湿又有点热的环境 主要由埃及斑纹或白线斑纹 传染给人类 病患会发烧 出诊或试睡 重症则可能导致 严重出血或器官衰竭 由于没有药物能治疗 所以登革热患者只能多休息 多喝水 适时服用退烧药 通常两周左右可自行痊愈 至于住院的重症病患 在严密照护下 则可将死亡率从20% 降到1%以下 疫情爆发至今已有26人死亡 其中75%的案例 都发生在圣克鲁斯省 市长表示将请全力扑灭疫情 我们继续努力 在这些生殖 这些生殖 这些生殖 是我们的问题 台新闻 武贵真编译